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现在这个事情变得愈加的尖锐了 这个矛盾愈加的尖锐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接受CNN的专访 我们看到他主动的公布了美军在南博湾的公开的活动 我们也看到他今天的这个全程这个讲话 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讲话 愿意习近平坐下来谈 现在首要任务是与世界连结 我们看看 那么蔡英文现在是直接对习近平发出挑战 发出挑衅 先放消息出来 这个美国驻扎在台湾 那当然这个是逼美国表态 那么现在呢 他我说过 这个闹台独啊 这个事情啊 当然很多是要听美国的这个指示 但是同样的 他自己啊 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理念 理想在里面 那同样的 台积电这个发表声明说 台积电呢 不会把这个 这个这个消息什么交给美国 但其实现在有情报来说哈 确实都已经交给美国了 但是说交不交 其实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无 没有意义了啊 那么确实呃台湾最后一个啊 这个是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掏空了 现在台湾就只剩下啊 一个烂倒啊 对这个北京啊 这个作为啊 遏制北京的一个前线阵地吧 我们先来看看蔡英文他放的这个是什么话啊 美国美国有限 蔡英文记住美国有限电视台新闻 往CNN专访时说 他没放弃促进两岸关系的可能性 也愿意在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意一下 双边坐下来谈 我鼓励他啊 指习近平 能和台湾和政府和人民有更多对话 更了解台湾 当然台湾也会做更多来更了解中国的情况 蔡英文说啊 他也就说是这样把你两国论啊 他也没有说什么这个啊 对岸啊 以前还会说对岸啊 大陆对岸啊 现在就说中国啊 现在非常张狂啊 这个他这个底牌全部都已经亮出来了 The last of the time啊 全部都已经亮出来了 我们现在就全体国民啊 就是全体14亿国民 现在就看北京是怎么反应的啊 呃 蔡英文说 若两岸双方可以坐下来 畅谈分歧 并尝试达成某些浪两岸 可以和平共存的安排 他认为这是台湾人民 中国人民 乃至区域民众的期待 台湾人民 中国人民啊 哈哈哈哈 习近平真的想要一向与世界 或区域众人和平相处的关系吗 或许他要的是所有人 福守提尔的主宰地位 听命于他或中国 蔡英文表示 他直接就就说 对习近平提出了个人的这个藐视 和批评 蔡英文表示 来自邻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直接说来自邻国啊 他们 愈发野心勃勃地和扩张主义 因此原本他们可以接受的事情 现在可能已经无法接受了 蔡英文表示 他相信即便是政治体系 坚然不同的两个政府 仍能在和平状态下共存 民族有时是混乱的 对抗的 但最后总能找到最好的治理方式 及建立社会秩序的最佳方式 以所有人和平相处 蔡英文表示 台湾一再表示 想和中国大陆展开对话 这是在处理两岸关系时 避免误解和误判的最佳方式 蔡英文的任期 直到2024年5月 他对CNN说 首要任务包括连结世界与台湾 团结了台湾人民 免造其他政府意图分裂 我希望他们会记住 我是一个尽最大努力 保护这块土地的人 确保这块土地 更加安全和负任性 看到没有 他知道 因为我说过 习近平他个人 是一个非常需要 别人尊重的一个人 我们也看到在电视机上面 每天的新闻联播当中 现在的新闻联播 不是以前的30分钟就结束了 每天会超时8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甚至有的时候 一个新闻联播一个小时 有大量的篇幅来介绍习近平本人 这个今天开了什么会 今天出席什么活动 去哪里去视察了 然后在会播放之前的片段 对这项事情决策部署 亲自决策 亲自部署 反正就是介绍嘛 那参与文他很清楚 习近平 他现在不仅是说 挑动大陆人民 挑动这个中共 而且对习近平个人 发动了这个批判 以及这个 对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 批评 甚至是侮辱 直接说他想要让 别人都扶手贴耳 都拜祷在他的权威之下 我参与文他妈的 就第一个跳投 我就不服气你 怎么样 你能把我怎么低 现在美军驻扎在台湾 你能把我怎么低 你敢吗 我现在我 我的外交部长 吴曹歇到欧洲去访问了 下周欧洲议员 要到台湾来访问了 你能怎么样吗 你看得住吗 对不对 我现在 美国支持我要参加联合国 你能怎么样 你有什么反应 这就是蔡英文 这就是蔡英文 他这个 就是具体到个人了 他不是说 中国台湾 这个是两国 我们都知道 10月10号就已经讲了 现在他 他就是已经具体到你个人了 就是问你 你怎么 你怎么样 这个东西 不是说老兵在这里 在这被夸大 真的你看 这个话讲的 都到这个地步了 我去 都到这个地步了 下面的这个反应 下面在这个文章下面 好多人讲 台湾已经在正式 在习近平时代宣布独立 称呼中国为邻国 来自邻国的威胁 看到没有 蔡英文已经正式宣布 台湾独立建国了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一个国家下的 两个竞争性政权 而是两个不同的 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中国已经永远失去了台湾 坚定反中 咸阳自重 以武谋独 这就是中共坚持的 和平统一的成果 领土在你习 手上丢了去 我不知道有何面目 载入史册 共来分裂国家的走狗 不可能给你谈的机会 那么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蔡英文称 为放弃改善两岸关系 愿在习近平同意下 进行习菜会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台湾所谓总统蔡英文 在美国媒体专访中说 她没放弃改善 两岸关系的可能性 也愿意在中国领导下 领导人习近平同意下 双方坐下来谈 虽然两岸政治制度存在差异 但她相信 两岸政府仍然可以和平共处 她认为双方可以坐下来 谈一谈彼此间的分歧 并尝试达成 让两岸可以和平共存的安排 并说这是两岸人民 乃至区域民众的期待 他妈的我们都被她给代表了 就是说 咱们也被蔡英文代表了 你看蔡英文 那这一次狂了不得 我说过 之前呢 就是说老兵要说句实在话 在这个危难的情况之下 女性确实比男性有种 这是实话 比如说 有些危难情况之下 女的她所反映出来的 她不惧怕 但有很多男的可能会惧怕 就好像李登辉跟这个陈水扁 老的跟这个年富力强的 两个都最后搞态度都怂了 她叉参英文弄着词的上来 她用她的词性激素 这个来引领台湾 走向这个独立 她确实现在我可以说 除了没有说 2300万台湾同胞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今天台湾共和国正式成立 她除了除了就是说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搞搞这个之外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是 这个这个是顶点的话 她已经她已经到到这了 就差那最后那一步了 最后那一步啊 就搞也搞美国那套宣誓 我宣誓 我蔡英文就任台湾共和国 第一任总统 唱那种麻痹那种 唱那种什么样的 然后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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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除了到 就除了就是说到这一步之外 她能做的已经全都能 全都做了 确实女性在越是 她危险的情况之下 她们就越是能通过她的感性 这个突破一些男性理性思维 没有办法达到的那个顶点 那么蔡英文还说什么 我们来看看 事实上习菜会啊 的信号受到民进党几波测动 蔡英文自2015年代表民进党 参加总统时便抛出这样的信号 时封习马会登场 蔡英文当时便表示 如果符合信息公开透明 对等尊严 不涉及政治天地等三原则 她不排除习菜会 2016年蔡英文上任后 台湾中美洲和 这个邦加国巴拿马在6月 进行运河扩建竣工一次时 邀请蔡英文与习近平与会 习菜会的话题再次被提出 但最后中共派出官员参加 成为一场落空的期盼 此外2017年10月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 将习马会视为重大政策 民进党阵营便开始舆论重谈习菜会 2018年4月 韩国总统文在寅 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百门店进行历史性会晤 让习菜会议题再度被抛出来 也因此 2018年6月 蔡英文接受法媒法新社的专访 时跟中国大陆喊话 想讲中国大陆应该与台湾对话 她自己也期盼在担任总统期间 可以跟中国大陆主席习近平会面 双方可以有机会坐下来谈 那么有的人要问 那么习近平如果说跟蔡英文会谈 那这代表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前缀之下 习近平跟蔡英文去谈的话 就代表承认台独了 我相信 我相信这种事情 习近平绝对不会做的 因为这样子做了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 就是说做大陆的领导人了 对吧 这个是很严重的一种行为 对吧 所以说这个民进党是怎么样想的 我相信各位也看得很清楚 但是他现在就是这么狂妄 就是这么牛逼 就是这么狂妄 就达到这种地步了 就是直接就是讲 他直接就告诉习近平 你让别人都对你扶手贴 我就不对你扶手贴 怎么的嘛 你能把我怎么的 现在就这种 就到这么牛逼的这种状态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到了这个 国财办昨天也讲了 对吧 如果说 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 和平统一 但是没有办法 和平统一的状态之下 我们也只有开打了 所以说今天蔡英文做这个事情 当然美国疯狂的在打这张牌 美国疯狂的打这张牌 当然有他自己的这个意愿在这个里面 可能是要在这里面来捞什么好处 那么确实 蔡英文这种行为 早就已经触发了这个反分裂法 那么北京我相信已经是 早就已经知道 他是触发了反分裂法 当然了 我们也说过 你这个ACFA 在这个整个这个程度上来讲 你这个ACFA 目前还没有 还要开海峡两岸 两岸的这个论坛 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 这个天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本来你福建要开放的 小三通的 让台湾人就是说 不用来这个 这个这个检疫了 直接就开放 我在这里 我得为我们广大的这个 海外的同胞呼吁一下 现在海外同胞 想回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与其把这些绳斯 发在这一些他妈的 跟你对立的这些白眼狼身上 你还都倒不如让一些海外侨胞 让一些我们的留学生 早日回国吧 是不是 对吧 不要老是觉得 总是要到最后 来代表大陆老百姓 对吧 去怠慢大陆老百姓 可以可以这个 给一切人面 给一切人面子 给老黑面子 给洋人面子 他到最后总是 怠慢给这个香港人面子 给台湾人面子 给澳门人面子 到最后就怠慢自己 大陆老百姓 这个说句实话 现在的人素质也越来越高 政治觉悟也越来越高 时间长了 很影响士气的 很影响士气的 我能这样讲 那么 我们也看到 现在在这个 台湾的这个问题上面 蔡英文 当然他要提出习菜会 也不是第一次了 当然这一次 他是 他是这个很牛逼的 他是很牛逼的 就是 到达 到达了一个顶点了 这个多巴胺 已经这个分泌的 已经是到了一个顶点 你看他整个 接受采访时候的 那张脸 那个侧脸 哇操 简直跟一只 他妈 蛤蟆精一模一样 那个脸 也就是说 他已经 嗨的不能再嗨了 所以我也就说了 你这个 你是天意嘛 那时候福建 要开通 让台湾人来参加 那个 那个 要什么交流 对吧 后来 台湾疫情 现在呢 看 要 要找这个 台湾人来参加 海峡论坛 大陆这边疫情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是不是 当然了 我在这里 我是不会说去 说中共些什么 因为到最后 这个问题 还是要靠中共解决 你骂也好 支持也好 最后还是得靠他来解决 得靠他来 替我们出这口恶气 得靠他来带领 这个民族复兴 当然了 两国论 天天他们在 在这里扯 是不是 我们 也要这个 这个 这个准备好 对吧 你看这个 开这个东盟峰会 你还包括这个日本 屌的要死 不参加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 怎么怎么样 对吧 中国 我看还 派了一些官员去 参加东京 下期奥运会 对吧 也派了代表团去了 但是你看这个 日本是怎么回馈 回馈你的 我开好了 我事情办好了 去年马匹 跟你就不来往了 就这么一群人 对吧 我们真的 不要再 再幻想什么合同了 不可能合同的 以后 拖下去 以后就是 参应 就是参应 这种民进党 在台湾长期执政 天天就 就跟你干 然后我们这边 还不分 不分这个政治立场 你们来吧 来大陆吧 来大陆打疫苗吧 他妈的这种疫苗 说句实话 打在狗身上 那狗还 还给你他们 咬两个尾巴 打到他们 他们身上 他们对我们 付出什么呀 是不是 对吧 我说过 现在的中国老百姓 不好糊弄了 就我们这些 政府 中国老百姓 现在是不好糊弄的 我说过 人员的素质 在提升 社会价值观 在转型 这个老百姓 会越来越关注 这一块的 即使你在内网上 你不让他讨论 这些东西 但是人家 还是会 关注这一块 中国人 真的 不像那种 西方那种 老百姓 傻逼呵呵的 你政府说啥 就是啥 有的时候 中国老百姓 真的是 有自己的看法的 说句实话 你看看现在 新闻联播 收视率 有多少人 在那里看 是不是 对吧 当然我们也知道 习主席很忙 习主席很辛苦 也确实是为这个国家 很劳累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问题 他没处理好 可以把之前 所有的功劳 全部给磨灭掉 政府也就陷入 塔西托陷阱里面去了 公信力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连对民族 崛起的公信力 都没有了 那共产党 不就全盘国民党化了吗 对吧 那最后又是一个 国民党化的 国民党第二 第二又是一个买办 对吧 到最后 日本 这个从关东登陆 美国 从这个海上登陆 中国连怎么 都完蛋 都做什么 亡国奴了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观看